咖啡真儿 今天这期视频是我对上手这款XLVI ST199 半自动家用咖啡机一年后的使用的总结 这一年的时间里我用它做平时的咖啡 或者是测试咖啡的味道 偶尔有几次搬出去做一做场外的咖啡的活动 它的表现到底怎么样 我们接下来好好聊一聊 首先这是一台非常小众的咖啡机 所以我的视频里面经常会有人问 这台咖啡机是什么机器 从来没有见到过 这个品牌它的工厂是在意大利的海滨城市 里米尼 你们应该都听说过Lammerzog这个品牌 他们的工厂是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 两个城市都属于在意大利的中部 离得还挺近 从品牌价值和知名度上来说 Lammerzog的知名度更高 不过XVI作为一个新兴的品牌 它能够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边展露头角 也说明了它有自己的闪光点 SD-19这台机器是一台蒸汽锅炉和冲煮锅炉 独立分开的设计 蒸汽锅炉三升 加热到1.5bar的压力 需要15分钟左右 另外圆形的不锈钢连接冲煮头的是 咖啡冲煮锅炉 容量是0.9升 冲煮锅炉加热到90度 需要5分钟左右 萃取咖啡的热水是外边冲煮锅炉提供的 这台咖啡机开机5分钟后 能够制作espresso 另外如果你想制作一杯加奶的拿铁 需要15分钟 机身的后边是一个三升的水箱 因为我们工作室没有办法接上下水 而且平时做咖啡的杯量不是特别多 所以说我们就选择了水箱的版本 一些开店的每天大量做咖啡的人 他会选择接上下水的版本 这台机器它的温杯盘 绿水盘都是白色陶瓷的 搭配不锈钢的机身 看起来是非常有质感的 不过你一定要保护好 因为陶瓷很容易摔碎 如果摔了再去换配件 还是挺麻烦的 我这台机器它是定制的复古绿的颜色 选这个品牌很大的一个优势是 你可以把自己想要的盼通色号发给厂家 来定制你自己想要的颜色 如果你去他们官网的话 你就能看到官网上面写着 他们可定制的范围非常广 包括机身的颜色 材质 机器的配件 甚至还能定制某一些专属的功能 或者是配置 就比如WiFi模块之类的 褪取这块的表现非常的出色 首先是因为这台咖啡机 它是属于比较小出水量的冲铸头 怎么来定义这个出水量 就是打开冲铸头之后 测试每秒出水量的一个大小 这种小水量的冲铸头 在萃取中浅烘焙的咖啡的时候 萃取率很高 优势比较明显 做出来的甜感层次也很棒 但是萃取深烘焙咖啡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适当的来缩短萃取的时间 来避免高萃取率在尾段产生的焦固感 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 也需要根据不同的咖啡豆的实际情况 来调整萃取 比如我们的牛豆瓶配 虽然说是中深烘焙的 我也可以拉长到30秒 也没什么焦味 甚至它甜度更高了 所以说具体情况具体来操作 连续出杯的萃取也很稳定 如果用它去做一些咖啡的活动 连续不断的做咖啡 水温也一直很坚挺 因为是单独的咖啡机受限于体积大小 所以说它蒸汽的锅炉只有三升 蒸汽的强度是很猛的 不过如果要是在同一个时间里边 持续的一职方蒸汽 蒸汽的压力就会逐渐的下降 如果蒸汽的压力低于一个瓣 在打发奶炮的时候 你就明显的能感觉到有点力不从心了 感觉奶在缸子里边转不起来 好在是每当打发完奶炮 在中间停留的间隙 蒸汽锅炉就能迅速的加热 这样蒸汽的压力就在很短的时间里边 能够恢复到接近1.5瓣 所以这也是能够让我们完成在一些活动上 连续制作咖啡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另外防烫的蒸汽感和开水很实用 但是打时间久了还是有一些微微烫的感觉 不过它不是那种能把你烫伤的温度 所以说并不是说我有无情铁手 是它是防烫的 蒸汽开关和热水开关 它是一个拨杆手柄 虽然说是一个拨杆 但是它实际上是一个电子开关 那拨杆拨下来 触到开关之后 蒸汽和热水就直接就打开了 所以说蒸汽它没有一个从小到大循序渐进的过程 直接就是开到最大的状态 它跟很多物理式的旋钮 或者是拨杆还不太一样 那物理式的旋钮 你可能还能根据旋到不同的位置 那它的蒸汽的强度是可大可小的 所以说如果你用习惯物理开关的人 可能需要适应一下这种它没有缓冲 一下子就开到最大状态的蒸汽的情况 那另外呢 其实我还挺希望厂商把蒸汽和热水的龙头 适当的优化一下位置的 或者是稍微缩短一点 那因为我每次放杯子接水的时候 其实要把它翘起来的 那用大杯子的话更明显 最后再说一下机器的系统 系统的设定比较简单 没那么的复杂 我自己常用的功能就是 设定每一个按钮的电量出水 以及冲煮锅炉的水温和蒸汽锅炉的水温 那冲煮锅炉的水温我通常会设置在92度 适合大部分的咖啡豆的萃取 蒸汽锅炉呢 我通常会设置在125度 蒸汽的压力呢 就会稳定在1到1.5瓣之间 那如果设定低于120度的话 那蒸汽的压力就很快的会低于一瓣 打奶泡的时候啊 你就感觉力度有点不太够 那系统其余的一些功能 我基本上用不到 就是属于一些附加信息之类的功能 OK 这就是我对这台机器使用一年后的整体的感受 它其实满足了我大部分的使用的场景和需求 对于我工作室的这个场景来说 它其实比我们工厂的那台单头的Sneso MVP的Hedra 还要更适合一些 那最后如果你们还有什么问题 那小伙伴们可以留言弹幕来讨论 Coffee is not serious but life cheers 诶对了 我拍摄那天我忘记说了一个事情了 就是因为咖啡机刚好用了一年了 所以说呢我打算让我们公司的工程部的收获的小伙伴 让他们来做一个机器的全身的大保养 当然它不是那种简单的就是清洗冲住头啊 或者是清洁外部机身呀这些 它是把整个机器都会拆掉 锅炉也会拆掉 里面所有的主要的电磁阀呀配件呀 都会拆掉深度的清洁一遍 这个深度保养呢根据你使用的频率 就比如家用的用户 你用的次数不是特别多 你两年做一次我觉得应该就OK 有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Q一下好吧 那如果是真的感兴趣的人非常多 那我到时候就再做一期咖啡机的深度的清洁 大保养的这样的一期视频 OK 拜拜